这就是传说中的,一张床上睡不住两个人吧。 不管了就当为无名打扣了。 战战今天这座Vlog是我戴着眼镜都会认错的程度啊,和王波的背影也太像了吧。 现在有一样的宽间和蝴蝶谷了。 这里不就是陈宇吗?可他依旧还是战哥,果然是口水交换多了就越来越像彼此,让人傻傻分不清。 又见爱情小风扇,专属于阿令的回忆。 老手指都来了又怎么能放过呢? 不懂就问大宝吃饭怎么还剥话了,便塞鼓鼓的珠宝了,两个很剥话的点相同的是都没有正脸。 可小奥这个彩蛋有一曲同工之妙,最后代保Vlog里的向日葵也正好就是狮子座的守护花。 所以这不就是给无名打扣庆祝票房过八亿咯? 啥也不说了,一切尽在不言中咯。